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助教林玉山 今天我要來講的主題是 Breaker Management 首先呢我們會帶大家看一個overview 讓大家了解一下我們今天到底要來講什麼東西 這張圖各位應該已經看過很多遍了 這是這個Velina Core的架構圖 在這個圖裡面呢下半部這個藍色的部分呢是我們的Storage Engine 那在前兩次的課程之中 老師已經像各位講解過的File跟Buffer還有Log這邊的部分是怎麼樣運作的 那我們今天呢就要來帶大家看一下Raker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Raker呢基本上它是介於一個Storage Engine跟這個Query之間的一個Interface 所以呢它就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它主要就是讓這個Query Engine的部分呢 能夠透過它去取得它想要取得的Raker 那Raker這層呢則會負責呢 將下面的這些資料呢轉換成Raker的形式 然後讓上面的Query Engine可以取得它想要看到的東西 那這張圖呢各位在老實講這個File Access的那張的時候應該就有稍微解釋過了 那我們這邊再稍微帶大家看一下 那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Raker File呢 它就是我們這個Storage Engine的一個Interface 那對於上面的Query Engine來說呢它就是只要取得一個Raker File 那它就可以拿到一個一個的Raker 那實際上呢在我們的這個Database裡面呢 呃這些資料呢都是存在我們的這個File裡面 也就是實體的這個檔案裡面 那我們的File Manager呢會負責去管理這一個一個的檔案 那在這個檔案裡面呢又分成了很多的Block 那這些Block裡面就會放在我們實際上這些Raker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呢在我們使用它的時候呢 我們會把它載入到記憶體裡面 也就會放到我們的這個Page 那這個每個Page呢就代表的是 我們實際上呢在記憶體裡面的一段記憶體空間 那裡面存放的就是呢在我們這個檔案裡面的部分資料這樣子 那通常這個Block的大小會跟Page是一樣大的 那這個Page裡面呢只會有提供GetValue跟SetValue的功能 那從Page以下的部分呢 基本上這些資料都只是一個一個Byte而已 但是呢在Page這邊呢我們有提供 一個一種GetValue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跟大家講說我想要取的這個Offset上面 某種型別的資料 那從Page這層開始呢它就可以幫你把 資料根據你的需求呢轉成你要的型別 然後傳回對應的Constant給你 那在上面呢我們會用Buffer去管理這些Page 那因為呢我們通常不會我們通常不希望就是說 我每次在去自行一個Query的時候呢 需要做一次一次的Io 也就是說我不希望我每次看一個Record 我就要從我的檔案裡面拉一個Block出來 然後看完之後再把它放回去 我們希望說呢每次我在進行這些動作的時候 都是在我們的這個Memory裡面做的 因為在記憶體裡面做的速度會非常的快 那如果有涉及到Io的話就會很慢 所以我們就有Buffer這個東西 來為我們管理這些Page 那在這個Buffer就被放在一個很大的BufferPool裡面 那這些BufferPool呢就是會有存放著很多不同檔案的Block 然後當這些BufferPool還有空間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一直去載入新的檔案Block進來 然後把這些我們想要寫入或讀取的資料呢 放進或從這個Buffer裡面拿出來 而不用直接去下面做FileIo的動作 那BufferPage呢就是會幫我們管理這些東西 那到底RecordFile呢它到底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RecordFile呢它就是一個對外的Interface 那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它會去管理這個RecordPage 那RecordPage的工作就是它會去Buffer裡面查找它想要找的Record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在Page這層呢 我們可以透過Offset去拿到 然後跟它說我想要拿什麼行別的資料 例如說我想要整數的資料它就會傳整數的資料給我 那但是呢我們要怎麼知道說這個地方存的資料到底是什麼行別的資料呢 那這種行別的資料到底在這個位置上又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這些意義的資訊呢就會由這個RecordFile跟RecordPage來進行管理 RecordPage呢它決定了這個實際上一個一個Record是怎麼被存放在每個File的Block裡面的 那RecordFile呢則是去管理RecordPage跟Page之間 或是說Block跟Block之間的資料是怎麼樣互相互相管理的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這個Record的部分呢 就是用來涉及說我們要怎麼樣將我們實際上的這些Record呢 對應到我們存在這些Page裡面的這些Byte的資料 好所以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這個所謂的RecordFile 那RecordFile呢基本上它就是它是一個Record的Iterator 所以它有提供一個叫做Next的Method 那各位在使用的時候就是可以透過這個Next呢去移動到下一個Record 然後再透過它所提供的GateValue跟SaveValue的功能呢 去取得你在這個位置上的Record呢 想要看到某一個File的File的數值是多少 或者是我想要設定這個Record的某個File的值是多少 這樣子 那在一個Transition執行的過程之中 各位在Query Ancient Edition應該有看過這個Tablescan的對吧 那你會發現Tablescan裡面其實都會包著一個一個的RecordFile 所以當你今天建立一個Tablescan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去開一個RecordFile 那這個RecordFile是怎麼取得的 它基本上就是透過下面這個Method 它會去呼叫VerlinaDB的Catalog Manager 那Catalog Manager的工作就是用來管理每個Tables的基本資訊 例如說它有什麼這個Tables的名稱叫什麼 然後它的schema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它透過它之後你就可以透過 Gate 它就可以透過GetTableInfo這個Method 告訴它說我想要取得哪一個Tables的資料 你把Tables念給它 然後它就會把Tables的Info拉出來 然後再透過Open這個Method 就可以取得一個RecordFile 對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個RecordFile是ThreadLocal的 也就是說每一個Transaction都會有一個它自己的RecordFile 那如果今天有兩個不同的Transaction的話呢 它們的RecordFile跟RecordFile之間是兩個獨立的Instance 所以裡面並不需要做任何就是MethodStread的處理 一直到Buff那層的時候才會有兩個不同的Transaction 或是兩個不同的Stread呢 同時Access同一個Buff的情況發生 所以這邊才會需要做MethodStread的處理 那一個RecordFile它大概負責什麼樣的工作 基本上呢 這邊稍微列出了一下就是RecordFile需要做到的事情 那第一點呢 就是它要去管理說 到底這些Record呢 要怎麼樣存放在我們實體的檔案裡面 那第二點呢 則是去決定說 我今天這個RecordFile在 在存取我們的檔案資料的時候 它到底要去Ping哪些Block 就是我到底要去看哪些檔案裡面的Block呢 我才能夠找到我想要找的東西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我可以透過適當的觀點去減少 減少我實際上在使用的時候 到底要Access幾個Buffer這樣子 好 那第三個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 為了要維持Transaction的ACID 我們的RecordFile必須要跟我們的Record 不是Record 對不起 是Recovery還有ConcurrencyManager去做配合 那因為Recovery跟ConcurrencyManager 他們負責了TransactionACID的主要部分 所以呢 RecordFile必須在存取Reg之前呢 先知會這兩個Manager 然後必須要做一些合作 他們才能夠確保說 你們的Transaction能夠維持ACID的特性 那關於Recovery跟ConcurrencyManager這兩個部分 詳盡的介紹呢 會在下週跟下週的課程進行 那這邊只會做一點簡單的介紹這樣子 好 那一般來說各位在使用Diabase的時候 所看到的Table呢 通常是長得像左邊這樣子 就是它會有一個 會有些FillName 然後每個Fill就是下面會有它對應的Value 然後每一行就代表一份資料這樣子 對 那這個是各位 這個腦中所或是在使用Diabase的時候 所看到的形式 那實際上呢 Recovery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 像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它就是要把這些資料想辦法的 存放在我們的檔案裡面 所以實際上在我們的檔案裡面 它可能有很多種不同的存放方式 那這些不同的存放方式呢 就是要在我們接下來的部分來探討的 那右邊這個東西就被 這個實際上我們存放的方法呢 就叫做Physical Layout 或者是你可以說它是一種Physical Schema 去存取這些資料的方法這樣 好 那這邊這幾個問題呢 這邊列出了幾個問題 就是我們等一下 在課程中會探討到的部分 那我們先稍微簡單來看一下這些問題是什麼 那第一個呢就是說 呃 例如說像一個table裡面的reaker呢 我們是不是要全部都放在同一個file裡面呢 那在這邊就是 考慮到說你今天一個table裡面的reaker 可能可以分散在不同的file裡面放 那當然也可以放在同個file裡面 它們會有各自的優點跟缺點 那第二個呢像是 一個reaker呢 它是不是要被整個的放進 放進同一個block裡面 那這邊考慮到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reaker太大了 放不下一個block要怎麼辦 或者是說 你今天一個reaker呢 你今天一個block裡面 已經放了很多個reaker 例如說已經有10個了 然後 可能第11個放進去的時候放不下了 那要怎麼處理這第11個reaker 你是要分開放呢 還是 就把它切成兩半分開放 還是把它放到下一個 下一個block裡面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呃 一個reaker上面的所有的file 是不是要放在一個連續的空間 那 這邊就會有討論到所謂的 road store跟current store的差別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介紹到 那再來第4個是 那再來第4個是 到底一個 我們在表示一個reaker的file的時候 我們是要用 我們是要把這個file都當成固定的大小呢 還是把它當成 會 還是又根據它實際上 有多大去做調整 這邊就是討論到說 像是有種資料型別叫varchar 那它所代表就是一種 一種會變動長度的自竄 那這個自竄呢 可能會隨著各位在 呃 使用資料庫存入的資料不同 而做變化 所以你的自竄可能突然有長有短 那 如果你的自竄資料有長有短的話 你到底是每次都把它當成一個 譬如說 上限是100好了 那我都是要讓它固定都是100呢 然後剩下空間 就是你可能實際上只會用到20 但是剩下80又浪費掉了這樣子 還是 還是說我就每次存就存20個byte就好了 然後就不要管那個 管那個多餘的空間 就是把那個多餘的空間拿去做其他規劃這樣子 那我們後面也會看到要怎麼樣去考慮這些事情 那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這也不只在Diabase裡面會考慮到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運用那些 那些free space 就是那些沒有再使用的空間 那這邊就會討論到一種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原本一個地方原本有放一個recker 然後現在把它砍掉了 那砍掉之後呢 原本放recker的那個空間要怎麼樣做使用 那那個地方是不是是否可以再利用 那你要怎麼很快找到他 那也是我們接下來會看到的部分 那以上的這五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在接下來的這個客人之中 會看到的內容